你爹被我灭了 大哥 你说 你爹被我灭了 这还真是有些意外的 大哥 你好强啊 我好佩服 你什么反应 你不伤心难过 你不想要报仇 报仇 我存在的 我是个不争气的东西 报仇 再说了 人终有一亡 早亡晚亡都得亡 被我大哥灭了 只是早亡罢了 想得开 你遇到什么了 为什么那些异兽追你 大哥 我发现宝藏了 走 我带你们去寻宝 就在这里 送给到这些异兽 里面就是宝藏 射 这是 我的天哪 这是什么灵国 方向四溢 看着就想啃一口 这是藏天国 藏天国 这名字有些意外 为何会用藏字 因为生长此灵国的地方 一般是至强的大凶之物的埋葬之地 也就是说 天山剑狱的地下 有大凶之物存在 会不会就是指那个女人 不是她 那个女剑修一身凌冉之气 没有任何邪气外露 现在那个女剑修离开了 希望不要对此地埋葬的凶物 有什么影响 这果子能吃吗 可以吃 藏天果是极其稀缺 珍贵的灵国 价值连城 能极强地提升修为的各个方面 这么好的东西可不要浪费了 既然如此 开吃吧 小狗这么好 我刚吃下去身体就有反应了 境界又突破了 这是我第三次突破了 灵神巅峰 马上跨入脱帆了 我之前的伤势全部好了 体质也得到质的提升 敢相信 我要突破到脱帆境了 我果然是个天才 一入脱帆 我命由我不由天 佼佼 你什么境界了 脱帆钟情 这是 楚威导师突破竟然带有异象 人缘境 楚威导师在突破天地人三剑中的人缘境 无愧是我们玄园的最强导师 楚威导师比我们大不了几岁 年纪轻轻就如此修为 我被楷模 喂 里安 大家都突破了 你怎么没动静 我此次也可以一举跨远凝神 竟你破返 但我这次获得的机缘太多了 总感觉还没有凝联贯通 还是积累一番再突破吧 嘿嘿嘿嘿 看来里安自治不辱啊 美姿姿 这次进入天山剑狱收获也太大了吧 我感觉我强大了太多 这藏天果的功效比我预想的还要大很多 这也说明 地下埋葬的某个大凶之物 也要比预料的强大 唉 都埋了 难道那家伙还能活过来 不知道 我从有种不好的预感 那个神秘女剑修离开 三大家族莫名来此 这一切 都是不同寻常 你真的不知道你们三大修仙家族 来这里干什么 大哥 我真的不知道 我只是个没用的东西 他们有啥秘密也不会告诉我 行吧 你回去后 密切留意上街的消息 有什么情况及时联系我 大哥放心 大哥 那个 解药